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其实当刚开始我看到敲敲门这部片的时候 我是有蛮意外的 因为第一他们设定是一对同志的这个夫妇 老公跟老公有伴侣结婚关系的那一种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又是亚洲面孔的 所以其实这部片的预告片退出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不是一部政治正确的片 因为现在美国强调的都比如说像是什么爱与包容 然后多元化的社会啊 就是不要有什么歧视这样子 就是说讲白话一点就是说 不要什么电影都一定要找白人 要不然就是一男一女 也可以找同志的身份啊 然后也必须要亚洲面孔啊 好 算是要有黑人啊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 诶不对 对这部片有黑人 有黑人演员 因为我刚原本是要说这部片 那个必须 就是一部片必须要有黑人演员 那个才叫做政治正确 我本来是想说 这部片是没有黑人演员的 后来我想一想 诶有其实是有的 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这个聚焦这个上面 就是因为这一对夫妇 他们要来这个临终小五去度假 那刚好他们就被选中了 好 被选中什么呢 好 就是 有四个陌生人 他们前来这个小木屋 他们对着他们说 这四个人对着这对 这两个夫妇说 说 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抉择 就是 我们必须要让 你们三个人之间 也就是这个对男男主角 跟那个亚洲的那个小女孩 亚裔的小女孩 好 必须要在三个人之间 做出选择 好 必须要有一个人 必须要牺牲自己 挑一个人 必须要是 就是怎么讲 他不是必须 不能是自杀 他必须要是去被 这四个人杀掉的那一个人 那被他被这四个人杀掉的 那个人的话 杀掉之后 这个世界就不会毁灭 世界末日就不会来临 否则的话 全人类都会灭亡 到时候 全世界 就会只剩下 我们剧中 这看见的这两位男主角 还有那个亚洲的那个小女孩 那 这四个野蛮人 就这样子平白无故的闯进来 当然一定是吓坏了嘛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 这个双方之间 展开这个一连串的 这个 心理战 还有攻防 好 那 整部片的节奏 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追我跑这样子 不过 我觉得这部片 也有一个蛮特别 就是说 这四个人呢 其实真的本意上 没有要来伤害 这对 这个家庭 他们本意上 是真的没有的 因为他们就是 从头到尾 一直都在让他们做抉择 你们到底要不要牺牲自己 如果你们没有牺牲自己的话 那就变成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他们会自己一个一个会 慢慢的 不是慢慢的死去 是他们会自我了解 这四个人都会分别按照顺序去自我了解 好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残酷的一个这个这个抉择 就是说到底我一是必须要去牺牲掉我自己的家人 还是就是就眼睁睁看的全人类 用自己家人的性命去换取全人类的命运 究竟这个抉择到底是怎么样 坦白来说 还蛮让人觉得很挣扎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突然有四个人跑进来跟你说 如果你们不 你们不去死的话 你们没有其中一个人如果不去死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你不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吗 所以 我觉得奈莎马兰这个导演把这个角色拍出来的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他们的一些惶恐和补安 但是你以为就只有惶恐跟补安吗 其实他在运镜上有分很多的含义 包含他也提及到了这两个男主角的过去 那我提外话插一下 其实这两个人虽然在剧中里面演的是一对同志的福 可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这两位男演员其实也真的是同志的身份 所以找他们来演 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的 也非常具有说服力 对这个角色的诠释上是蛮说服得了观众的 因为 台湾的观众可能对这两个演员不是很熟悉 但是如果你对好莱坞尤其是那个叫那个强纳森格洛夫 好是饰演艾瑞克的那个角色 艾瑞克的那个角色 那 那个角色 那位演员他 他在美国真的还蛮红的 好因为他 不仅会唱歌 也会就是 常出演一些喜剧类的作品 那这一次他来演这个恐怖片 我觉得是 蛮令我觉得意外的 那 他的演技真的很好 那另外 因为饰演安德鲁的一个演员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演 可是 我被他的本来所动容了 所以 接下来的聚焦 我就会聚焦在这两个人的角色身上 因为 其他那四个角色 其实在片中里面 电影里面 那两个角色都会告诉你 他们这四个人 代表着什么意义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赘述了 我也不会 在这爆雷了 不过 虽然我会爆雷没有错 可是我不会把雷爆得那么完整 因为 这个故事 虽然 它就是一个很千篇一律 就是比如说 就是可预期范围之内的那种剧情 可是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焦点 放在这个 艾瑞克跟安德鲁 这两个角色身上 因为这两个角色的刻画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现在要来讲 这两个角色 这四个人闯进来 跟他们说了一些话 说你们如果其中一个人 不牺牲自己 那 这个全世界就会灭亡 那当这个 这个就是 他们打开电视的时候 电视上播的那些新闻画面 你可以看到 安德鲁 我们先说安德鲁这个角色 安德鲁呢 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 而且又非常好强的一位 好 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角色 你可以看到他 虽然是同志没有错 可是他总是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很man的样子 不是说装直男 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表现的总是一副很强悍的样子 可能跟他的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人权律师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律师必须要常常保持清醒 保持理智 在一个 所以我在想他 他这个角色他的私底下 就是我们在电影 那个剧情里面看到他的那个模样 你就会发现安德鲁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强悍 一旦被欺负了 一旦受委屈了 他就会想尽办法要武装自己 甚至是让自己变强 那再 再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角色就是 可能是因为是人权律师的关系 所以他懂得去为别人争取他的权益 他也当然会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自己的权益 可是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我刚刚有说他脾气非常的暴躁 又非常的强硬 所以他导致就是说 很多事情他认为是眼见为品的 那既然又是一个律师 所以他当然而然就是一直保持在一个 非常清醒又非常理智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安德鲁 在跟这四个人试图要做对抗的时候 安德鲁是完全没有退缩的 就算 就算 受到伤害 皮肉伤 好 或 最重要的是皮肉伤 受到了皮肉伤之后 他可是他还是依旧没有倒下 为的是什么 他要把艾瑞克跟他的女儿保护得好好的 好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 那 既然这个角色会如此的暴躁 又 让观众觉得焦躁不安 你会发现他在跟这 这四个 这四个人在 在这四个这个陌生人闯进来这些在交涉的时候 他总是可以很 这个紧然有序的 好 对他们用言语展开反击 说你们全都是一群疯子 好 甚至他也会觉得说 你以为你打开这些新闻 好 讲说什么 你们看到的很多异象 你觉得你们这些预言 从你们口中讲出来这些话 我就会傻傻的相信吗 对不对 而且 我还看着你手上的表 你除了看着手上的表 还会难难自语 这个时候 我当然会觉得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设计安排好的啊 对我来说 你们全部都是一群疯子 就是因为疯子 你们就是一群 很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所以你不要再装了 你不要再骗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安德鲁这个角色 他在对这些人的对话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以为你耍这些把戏 可以骗得过我吗 好 所以安德鲁简而言之 他就是一个非常不信邪的一个角色 直到后面真相 真的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你才发现 好 因为他说 那个新闻节目是预录的 但是当新闻节目 当他看到这四个人 这四个陌生人 可以 可以临时差的 临时差的跟这个新闻的这个节目上的主播 好 完全可以同步 完全可以同步讲出 好 一模一样的话的时候 艾瑞克 你骗我 因为 你骗不了我的 所以安德鲁就是一个不信邪 在这部片他可以定义成一个不信邪 然后必须要严谨为凭的一个角色 好 那所以他代表着什么呢 他代表的就是 这个 这个 真实 真实 为什么说是真实 因为 真实和固执吧 好 因为 他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理性的状态 但是太过理性 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你逻辑越是越清楚 那 你很有可能会变得很自以为是 但是 如果当事实的真相 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 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话 那真相真的叹在眼前的话 那个 太过理性的人 往往都会瞠目结舌 因为 如果当初 不那么固执的话 或许今年事情 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好 所以说 很多人都说理性的人做事情是 可以 两全其美的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这部片其实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这部片也 有一方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好 安德鲁代表的是理性的人 好 他在这个 他们夫妇的这段关系里面 他是属于一个理性 理智的人 但是 往往 这个角色已经可以证明 就是说 有的时候理智的人 他不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完美 因为他自以为他可以掌控这一切 但实际上并不是 所以 命运 让安德鲁 好 可是 我觉得 命运也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 因为 接下来我们先把安德鲁搁在一边 我们再来 谈谈艾瑞克这个角色 好 艾瑞克这个角色呢 其实他 怎么讲 艾瑞克他是 他是在 夫妇里面 他扮演的是一个很感性的一面 你可以看见艾瑞克 他很温柔 好 然后他很细心 而且 他凡事都会让着安德鲁 因为他知道安德鲁的脾气真的很差 而且还曾经抱怨过 这个在电影里面完全都有呈现 那个所有的画面都有呈现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安德鲁是如此的强 还想要保护 保护他们 但是艾瑞克就是 完全就是处在一个 懵懵懵懂懂 不知道 就是 但是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就是 艾瑞克他就是处在一个就是 顺其自然 一切都顺其自然 他会去试着了解 对方 就算纵使 他明明也知道 这四个 这四个看起来像个疯子的陌生人 有可能是骗他们的 可是他会试图去了解 这四个人真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艾瑞克发现了一件事情 从头到尾 这四个人真的完全都没有想要伤害这三个 这一家人的事情完全都没有 是到了后面 艾瑞克才慢慢发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导演 当导演的运进的时候 他提到了这个艾瑞克被挟持的现场 跟艾瑞克以前 就是先前那个在安德鲁约会那些画面 因为这个过去跟现在这个画面是在交错的 你可以发现 就是艾瑞克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很感性 很温柔的一面 当安德鲁太过理智的时候 这个时候艾瑞克他就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的偏激 你可不可以用心的去 好好感受一下你身边的一切 你可不可以不要总是 自以为你的自以为 对不对 有时候 去 有时候放下身段 有时候姿态放软一点 好你不一定 凡事都要这么强硬 对艾瑞克来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好包含 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幕就是 这个 我不知道是哪一方的爸妈 来探望这个艾瑞克跟安德鲁 然后那个妈妈就就是 不知道是爸爸还妈妈 因为我有点忘记 他就说什么 这个是这个是 哦这个是你你的 哦这个人就是安德鲁吗 这样子 但是讲白话一点就是说 这个人是你老公吗 你男朋友吗 他其实想 他其实心里想要讲的话是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爸妈走了 我不知道他是 应该是艾瑞克的爸爸妈这样子 还是安德鲁的爸妈 我也不晓得 但是反正就是 其中一方的爸爸妈妈 他们来探望 艾瑞克跟安德鲁 两个人的感情生活的状况 但是他们 开了七个小时的车 然后可能只花了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讲讲话 然后就这样就走了 这让安德鲁 非常的不谅解 因为安德鲁 不谅解的地方就是说 他们开了七个小时的车 结果只花了这么一点点时间 跟我们讲话 然后他们就这样走了 他虽然是后面 没有讲得很仔细 但是他其实想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这对长辈也太无情的吧 也太冷血了吧 好可是对艾瑞克来说 有来关心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不觉得不需要要求这么多 因为毕竟他们也是长辈 好然后他们的身份又很特殊 又是一对同志的couple 对不对 好可是安德鲁他就会觉得在意 就是他就是会 他因为他的强悍跟他的强势 他就会觉得说 你们今天来应该是要来祝福我们的 对不对 如果既然你们这么不情愿的 祝福我们两个人幸福 那你们来干什么 好所以你会发现 艾瑞克他总是的 人家说 一对情侣 个性可能相同的话 会比较容易吵架或摩擦 可是艾瑞克你可以发现 他跟安德鲁两个人是互补的关系 当安德鲁在释放他的情绪的时候 艾瑞克总是坐着那个 就是接受的那一方 他总是在承接安德鲁的情绪 好然后艾瑞克的温柔 还有他比较这个柔软的心 还有他的感受力 他是比较有同理心的 他的同理心 可以去化解安德鲁的一些强悍 好像艾瑞克他就会跟安德鲁说 你觉得这四个陌生人 这样子跑进来 我们度假的小木屋 你真的觉得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当然如果我是安德鲁的话 我一定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疯子 真的真的 但是但是当艾瑞克 不是说艾瑞克这个人 有预知能力还是什么 而是说他真的觉得 他在某一部分的方面 真的是很敏锐 所以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他是属于感性的那一方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同理心比较强嘛 他可以去了解为什么 但因为他想要去了解 这四个陌生人跑进来 小木屋扬言说 要希望他们去死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虽然很荒谬 没有错 可是有没有去想过 这荒谬的背后 到底是为什么 那他们为什么这四个人又一个一个 当这个艾瑞克跟安德鲁选择要继续站在他们彼此的立场之下 为什么这四个人会却选择要去就是自杀 好 就是选择去牺牲自己 为什么 因为艾瑞克想到了 因为艾瑞克了解了 这四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伤害他的意思 真的完全都没有 所以这个这部片里面的互动 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知道我们人不能不信血 好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迷信 只是说 你可信其有 不可信 也不要信其无 但是 很多的事情都是 冥冥之中 都有安排好的 你真的没有办法预知到说 今天 到底这些 突如其来的状况 为什么是要来针对我们自己 他们真的完全都没有想过 而 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问题 艾瑞克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说啊 他说这四个人 好 这四个人其实就像是 这个怎么讲 这四个人 他们分别提起了 他们自己的过去 他们试图要用一个 很真诚的心态 去告诉 艾瑞克跟安德鲁 我们为什么要来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有什么样的过去 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原因是因为 我爱我的孩子 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热爱我的学生 但是 每当我看到 我眼前的意象 一直不断在我的眼前 重复来又重复的去 我不得不 做出这些选择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但是 这些意象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现在 我真的相信了 好 所以 艾瑞克们讲的是一个 你到底相不相信 不存在的东西 不存在的事实 他讲的是 我们人的之间的一个代位关系 因为有的人 他就是非常的自我 他不愿意去相信 一件事情 他的真或假 但是有一些人 为什么他就会选择去相信 好 我觉得 从艾瑞克跟安德鲁 这两个 性格天差地远的 这个个性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身为我们人类的自己 有很多的优点 我们今天不要管 世界末日或未来 我们就讲我们自己本身 你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 他是一个真相 还是你始终认为 他就是一个谎言 就像安德鲁 他始终认为 这一切都是谎言 但是 当艾瑞克原本也觉得 一切都是谎言的时候 他学 他随着时间的循序渐进 他看见了真相 当他看见真相之后 他选择相信了 所以当他选择相信的时候 他做出了抉择 好 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 这些运镜 这些 导演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其实不是光是用我 用叙述的 就足够了 我觉得大家 可以好好去 看看 悄悄门这部片 虽然这部片的剧情 是可以预期的 好 因为 我相信有一些 还蛮类似的 这种恐怖片的电影 就是比如说 就是有了有预知能力 然后知道说 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是 这些都是可预期的 但是 我们要聚焦的 其实就是在 艾瑞克跟安德鲁 这两个角色身上 因为 安德鲁在里面 有说了一句台词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艾瑞克说 我们就是被选中的那一群 我们是被命运 安排出来的 那这四个陌生人 其实是来陪伴我们 共度 最后的时光的 因为 他们会愿意说出 他们自己的身份 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 那是因为 他们真的知道 有大事情发生 但是安德鲁这个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 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这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 他说 为什么要选中我们 我们又不特别 其实 他在讲 我们又不特别的 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是双关 你知道为什么是双关吗 因为 我们又不特别 这句话的 第一个含义 就是说 我们就只是平凡人而已啊 为什么命运要选中我们 必须要牺牲 牺牲其中一个家人 然后去换取 全人类的命运 为什么 我们就很平凡啊 所以 选中我们 这对我们来讲 一点都不公平啊 而且 第二个含义就是说 我们又不特别 我们是同志啊 虽然我们是同志 可是我们跟一般人 没什么两样啊 对不对 我们喜欢的是男生啊 对不对 现在社会那么开放了 我们又不特别 是不是 我们喜欢的是男生 我们是同志啊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 我们又不特别 但是其实同志 在本质上 他对大家而言 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异性恋 他们是同性恋 所以 我觉得导演他把 不管是 自我认同 自我中心 还有你对一件事情的认知 他全部把所有的概念都融在这一部片里面 因为这部片据说是 改变 同名的小说 那有人看完之后 他写出的影评是说 他觉得 他觉得电影里面的架构比小说还要完整 其实后来我虽然我是没有看小说 而且我本身也不是会看小说的人 可是 我发现 电影里面要呈现的感情的那些部分 是蛮饱满又非常的具有价值性的 好 所以总归我要来做个总结 敲敲门他讲述的不是 什么单纯的这个世界末日的电影 他全 他其实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我们人哦 无论你是统治 或是异性恋 无论你是黑人或白人 无论你是亚洲人种 还是西方的人种 今天他们会聚在这个地方 全是因为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末日 但是当所剩的时间不多的时候 你们会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去做一个reflection reflection就是回溯 就是去看看自己的过去 去想想自己的过去 好 然后把握当下 好 因为你剩不少的时间 你剩下不多的时间 可以拯救自己的家人 那你会选择拯救自己的家人 还是 牺牲自己的家人 去拯救全人类 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抉择都必须要在 最短的时间内去决定 而 去决定的这些 人 他们就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去暴露他们自己 好 自己的人格 优缺点 全部都会暴露出来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安德鲁 就是因为被迫 也必须要做出抉择 所以他必须要变得更强悍 那是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的家人 但是艾瑞克呢 却并没有 你可以发现 他完全就是很冷静的 在面对 眼前的一切 可是 他不激动 他也不冒犯 他也不偏激 因为他比较会静观其变 所以他是属于很感性的那个人 然后当导演又在回顾 就是这个 两个人的过去的画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好 安德鲁总是 喜欢掌控话语权 但是艾瑞克 永远是做那一个 倾听他说的人 所以悄悄门 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还蛮奇妙的一部电影 大家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 奈莎马兰这个导演 想要告诉你的一个神秘的氛围 如果说真的要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他上一部的这个鬼佬 他上一次的作品是在2021年的鬼佬 我觉得鬼佬这部片还比较好看一点 敲敲门我倒是觉得还好 可是 他的剧情的这个 我是说他的人物的那个角色 设定的非常的饱满又精彩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 奈莎马兰的作品的话 不妨去好好感受一下 他想要告诉你的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理念 你会有很多的收获 这就是今天的神秘剧电 我们下次云端见 我们下次见